还没是木星路的一栋公寓 在凌晨四点多起火燃烧 公寓的二三楼是几乎是全部陷入火海 消防队先救出了越南籍一家三口 爸爸和女儿受轻伤 妈妈伤势严重 受疫之后仍然是回天乏术 不过在清理火场的时候 消防人员又发现了房东 和另外一名女房客的遗体 当中一名女子怀有身孕 让这起火警意外 造成了三人死亡 四条人命 九雄大火向上窜烧整栋公寓的 二楼三楼窗口火蛇不断冒出 消防队员派出17辆各式车辆 申请云梯勾集火源 但由于内部都是木造隔间火势 一度猛烈 二楼的住户幸运逃出火场 但还是有不少亲友邻居受困里面 到我房间我就抱我女儿 通通都跑出来 然后就这样上面的 上面的三楼都听不到 然后我就拿那个三一架很强 就超三楼 我就让他们知道 清晨四点多台北市木星路三段 一间排骨店的楼上窜出大火 火市经过半个小时迅速控制 不过由于大火来得太快 造成三人来不及逃出 命丧火箍 经查了发现 里面总共是有十个人 在二楼的部分 我们救出五个民众 这栋数十年的老建筑 屋主高姓老翁就住在二楼套房 结果当下来不及逃出 被警销发现倒卧在楼梯口 而成都三楼的越南籍软禁一家三口 女儿跟爸爸顺利获救 但是她的太太李姓妇人 跟她的朋友曾姓妇人 却没有这么幸运 李姓妇人被发现沉湿在客厅 而曾姓妇人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煮中药 有时候我们说你还是不要煮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请我们师傅帮你忙 可是他有一点固执 由于附近就是集成工业区 不少越南籍人士在这一带租房子 李姓妇人的母亲到场后痛哭失声 而其他越南同乡听到亲友惨死 全都痛出流地 警方目前推测是二楼起火 但确切原因还有待调查 记得陈志根 彭冠霖台北报导